我們來看看Atevent的剪接影片怎麼做 您丟進來之後 因為每個人的影片長短不一 所以通常我都會先做一件事情 讓我看到這一段影片到底是多長 所以我們看下面這裡 您看下面這個時間軸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放大鏡 這裡 時間軸這裡有放大鏡 你點一下最左邊這個放大鏡 他會把影片的長度就自動縮減在 可以看到的整個範圍裡面 這樣有沒有看到我的影片大概42、43秒左右 對不對 我這樣會比較方便去知道說我整段影片的長短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需要一個指標跑出來 那那個指標要在哪裡 在 這一段 請你在上面這個時間軸的任一個地方按下去 你看 我在這裡 任一個地方按下去 如果您有用過威力導演的 應該就會發現這一根看起來有點熟悉 威力導演是中間是指標 左右兩邊是一個小的 給你選範圍用的 這樣有看到的 所以 預設的話它並沒有顯示出來 你一定要在時間軸上面任一個地方按一下 好 那我現在呢就可以在這裡 在這邊 找到我需要的 好這前面是不需要的 我就 往前一拉 這個範圍之後被我選到了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呢 上面垃圾桶有沒有變成可以用了 你有範圍之後垃圾桶就是可以用的 我只要把它丟掉 就好了 那一段就剪掉了 去頭 順便找一下尾巴 再往後退 到這裡 假設我到這邊就好了 我就把它拉拉拉拉拉拉到後面去 那我可以問一下 老實說不小心選錯範圍怎麼辦 選錯範圍怎麼辦 重新拉回來是一種方法 但是有一個更快一點的 有點像威力導引一樣 就在中間這一根上面按兩下 它的左右護法就回來了 我在上面按兩下 你看 在這裡 這一根 中間這一根 都都 有沒有回來 它就會自動縮回來 所以你不用那麼辛苦 還要再去找舊的 所以我可以找到 我覺得不OK的地方 好到這裡 把它選起來 一樣 丟掉 這樣我們基本的剪輯 是不是就有了 第二個 您可以看到 影片 因為我這個錄聲音 聲音如果太大聲或太小聲 可不可以調整 老師 通常來講 我們都會建議就是 你要先測試一下 你那個麥克風的音量 不要等你講完課再來看 那他這一家 你如果做微調OK 但是 聲音放很大聲的時候 很抱歉 你的噪音也會跟著變大聲 所以通常這個是要老師 平常在錄之前就要先測試一下 好 那如果您覺得 您只要調整某一段的 就跟剛剛一樣 先把那個範圍先選好 有沒有我把範圍選好 您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顆喇叭 這就是調整這個範圍 這就是調整這個範圍 如果你沒有選擇任何範圍 他一調就會整段都調 這個地方老師可以稍微看一下 你調完了 只要在旁邊點一下 它就生效了 這是第一個 就是音量的部分 您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做調整 再來 請問影片播放速度 老師如果覺得剛剛講的比較慢 不會播快一點 可以 就在這個地方 一樣的 你如果沒有特別選範圍 就針對整段 有選範圍就是針對那一段而已 好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人 這就是影片的速度 來我們先播一下正常速度一下 那個叫你買一下 在這邊 非常多了 好 這樣的速度對不對 來我們點他一下 所以如果點到這個圖層 他就是圖層的概念 按一下他 預設 200就是兩倍的速度 兩倍的速度 我按一下確定 那各位老師不要忘記囉 播放速度變快 影片的時間會怎麼樣 變短 對不對 對本來我可能大概40秒 剩下簡短之後可能只剩 一半 20秒左右 好我們play看看 play一下 通常 你如果是像這樣兩倍的 有沒有變糖老藥的聲音 那個會比較明顯 因為一定要變高 那相反的 變慢 就會變 我跟你說 慢慢的講 所以通常那個倍數 不要調太多 不然你會很明顯發現 就是聲音的那個 音調會有 明顯的變化 這樣OK嗎 可以吧 對不對 那 老師 如果你自己錄教材的時候 請問會不會吃螺絲 有可能會講錯對不對 對啊 那怎麼辦 重錄是一種方法 但是我必須跟老師講 重錄的時候那一段應該不會錯 會錯在別的地方 因為那一段你會很認真的 這裡不能錯 所以這樣很麻煩 要怎麼辦 為家 來 既然我們叫powerpoint式的嘛 所以您看一下 我如果這個地方 我講錯了 我把它刪掉之後 我想要補一段進來 雖然它也有類似 剪接的功能 但是我通常不會建議老師用它 你看我把指標放在這邊之後 在CC的後面有沒有一個叫做分割換成片 對 就是用這個功能 我把這個地方按一下 老師留意一下我們左手邊的變化 按一下 有沒有一個投影片變成兩個投影片 我今天要補一段內容就把這一段 拉上來 拉上來 有沒有撥完這一段 換這一段 再講這一段 這樣有沒有覺得比你用 剪接的快一點 而且是用大家熟悉的powerpoint方式 不小心也學得會 對不對 使用起來很方便 那您可以在這邊 加另外一段影片進來 也可以怎麼樣 老師可不可以拿你的簡報 因為有些時候其實我們並不需要 每一段都是影片 我可能在這一段我就直接用講的就好了 就給他看我們簡報的畫面 這樣可以嗎 他有錄音的功能 請看下面 有沒有錄音的功能 因為有些老師不喜歡現身 但是你可以現身 你用講的 我們可以在這邊用 但是 這個地方老師要留意一下 請問 老師有沒有注意到我們左上角這裡 投影片的左上角有沒有那個時間 如果你有影片他會自動根據影片的時間 那如果沒有影片的時候 他預設一張投影片就是播三秒鐘 可是 這樣要講一段有點困難對不對 所以如果您只是要錄音的 請特別留意一下 先把這個時間調長 不然他三秒鐘一到你就不能錄音了 那怎麼調呢 您看一下他的右手邊 往右邊 往右邊走 有一個叫一般 打開他 有看到那個時間的長度了嗎 在這裡 一般打開之後 就可以在這裡 改變一下 如果您 需要 比如說我需要 大概一分鐘左右的時間 我就這裡設成1 後面 0 這樣子 那麼在我們左手邊 您可以看到 這邊還沒有變 有的 有沒有變成一分鐘 這樣你就可以 有比較充裕的時間來做錄音 萬一戳的我還可以再修正 那個長度所以你看我按下去了 我如果在這裡 這個 這個是我們現在來跟大家介紹 EditPlanter 要怎麼樣做錄音 好 他沒有抓到我的麥克風 所以 因為我現在兩個麥克風好像都在用 對這兩個好像都在用 應該抓另外一個 這裡拿掉 重新再錄一下 現在使用EditPlanter 來做 這個 簡報 影片的錄製 好 有沒有進來了 這樣是不是 老師在使用的時候也很方便 雖然他沒有很豐富的那種特效工具 可是基本的剪接他是有的 他是有的 所以您可以像這樣 那這個聲音就在這裡了 你要放裡面放外面都沒關係 就可以像這樣 你可以錄第2段第3段 那這個聲音的剪接方式 都跟我們的影片一模一樣 萬一不小心講錯了 你就來這邊 對不對 自己 選好範圍 弄一下 就OK了 那 這裡呢跟老師分享一個小技巧 萬一你在不管是錄影或是錄音的過程 如果不小心吃螺絲的怎麼辦 你就跟我一樣 不講話就好 因為 不講話的時候 他中間就是一段 是不是靜音的 那麼你一看到那個靜音拉的比較長 比如說我都 講錯我就知道 我就靜音3秒鐘 那以後你再看那個 聲波的時候 我就很清楚 喔 這一段靜音很長 就是我講錯的地方 就很好找 他不像看 影片 你一定要怎麼樣 一個一個慢慢拉 所以你看 我如果在這邊 假設 我不小心在這裡講錯了 這樣就差不多3秒鐘 對不對 好 那我就把它停止 也沒有很容易找到講錯的地方 對不對 那 這個時候呢 你就不用說 我每次都要重聽一次 因為這樣也要花時間嘛 就是這個小技巧 老師就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好 你看 這樣子 Eddie Grant 使用上 您會不會覺得很困難 真的不會 今天今天 嘿 蠻占純的 好 那這個部分呢 先給老師試看看 好不好 吧